1.6 假設有一個垂直直向直內的均勻磁場比 現在有一個動量P的直直 平行直面 以45度的角度進入磁場 如這個圖所示 如果直直在磁場中所受磁力為F 速度是V 好 那麼他問離開磁場位置 及進入磁場位置這個距離是X 那麼F跟X分別為多少 好 首先我們看 F進入磁場裡面以後 F是等於QVB QV CrossB 這是直直 帶電量是一個電衡 所以大小M是等於三個 EVB 因為他速度方向跟磁場方向不同垂直 所以是sin 90度 所以力量是EVB 所以力量是EVB 磁力是等於EVB 好 現在X是多少 X 他進入瞬間 他所說的磁力 跟進去的速度方向是互相垂直 這個是90度 這個當然是45度 在這裡也一樣 他的磁力方向跟速度方向垂直 所以這是90度 這是45度 所以這兩個都是45度 那你就說這個是90度 這是趨力半徑 這是圓中運動的半徑 這是圓中運動的半徑 所以X等於多少 這是個等央直角三角形 所以X等於根號2 X等於根號2 X等於根號2 R R是圓中運動的趨力半徑 他們知道R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 動量 P 除以Q QB QB是1B 所以答案等於多少 答案是等於EV分之 根號2P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選A